歡迎收看CV2號早安新唐人 我是方全 先帶您關心今天的天氣情況了 今天是清明連續假期的第一天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北部及東北部地區會較涼 其他地區早晚也涼 而在下週一東北風會稍微的減弱 氣溫會略微的回升 接著帶您看到國際媒體的重要訊息 首先看到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 佛羅里達州州長受到嚴厲批評後 發布居家隔離令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 中共肺炎西班牙死亡人數超過9000人 感染率下降 大卷時報紐約大都會版報導 美國單日確診近2.5萬人 死亡超過700人 美國總統川普表示 未來兩週將會很艱苦 大卷時報台灣版報導 澳洲媒體指出 中共操作企業搜刮各國的醫療器材 日本經濟新聞 日本政府專家會議建議 感染擴大的地區探討要繼續停課 韓國朝鮮據報 日本把韓國列為拒絕入境對象 早安新唐人先帶您關心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昨天跟多位首長宣布展開國際救援 包括將千萬片的口罩 來援助重災區以及在藥物跟技術上的援助 對此歐盟執委會主席 臺灣將捐助美國兩百萬片口罩 美國在臺協會昨天也表示感謝 並且在臉書公布處長列英節 拜訪指揮中心與指揮官陳時中的合照 文章說這些急需的口罩 將會捐給全美各地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並說臺灣的確是真正的朋友 真朋友真進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三十號 表示美國將全面的遵守 落實臺北法案 也將會幫助臺灣以適當的角色 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昨天上午在總統府向全民發表談話 用中英文宣布將會援助國際 對抗中共肺炎 主要在口罩、藥物跟技術三方面 第一波將會提供千萬片的口罩 給疫情嚴重的國家 其中包括美國兩百萬片 歐洲七百萬片 以及友邦一百萬片的口罩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率領隔魁蘇貞昌 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外交部長吳昭謝 和經濟部長沈隆金 同步用中文與英文演說 正式宣布向國際提供 包括口罩、藥物、技術 等三方面協助 一日的產能支援疫情嚴重的國家的醫療人員 後續我們也會視國內的產能 給國際社會更多的支持 任何國家的醫療體系一旦崩潰 所造成的影響不只是一個國家的淪陷 而會是全球疫情的惡化 也因此台灣身為國際社會的一員 我們願意盡一份責任 助人也立即 我們將針對美國以及疫情比較嚴重的歐洲國家 以及我們的友邦進行第一波的國際人道援助行動 台灣在抗疫一開始 雖只能單打獨鬥 過程艱辛 卻因超前部署 因應得宜 獲得世界多數國家的肯定 台灣有意願 更有能力提供協助 台灣目前每天可以生產1300萬片口罩 並還在提升 將來到1500萬片 台灣將捐贈1000萬片口罩 給疫情嚴重國家的醫療人員 另外臨床上指出 昏寧藥物有助於輕症患者 因此台灣會給予需要的國家支持 第三則是技術 台灣提供國內大數據的檢疫系統 讓有需要的國家可以做疫情調查 蔡英文指出 現在無論快篩疫苗 藥品研發防疫物資的超前部署 都有很多國家想和台灣合作 台灣已經和美國 歐盟捷克共同討論防疫策略 台灣目前和澳洲 美國也有防疫物資的合作交換 衛福部長陳時中 在指揮中心記者會後 針對口罩的捐贈 提出建議 除了以確診病例作為捐贈參考 陳時中舉例 自己在美國的醫師友人 本來是做研究的 被召回到前線看病人 但沒有口罩 認為第一線醫護最需要 不過捐贈的方式和相關辦法 是外交部的全責 陳時中表示 但是自己只是提出建議 新唐禮愛電視 黃藍簡陳時期 台灣台北報導 好的 中共肺炎肆虐全球 繼台灣跟美國 簽署防疫合作聲明之後 台灣跟捷克在昨天 也透過了雙方住處 發表聯合聲明 建立防疫夥伴關係 包括在快山試劑 疫苗跟藥品的研發生產 另外對於台灣友好的布拉格市長 赫瑞普也在臉書發文說 台灣打算捐贈25臺的呼吸器 其中有9臺 渴望送到布拉格的醫院 赫瑞普也說 台灣是對抗疫情 最成功的國家之一 他3月初從台灣 獲得詳細的抗疫資料之後 馬上轉交給捷克的衛生部門 做參考 他同時也稱讚台灣 是患難見真情的真朋友 赫瑞普說 台灣送來的呼吸器是禮物 而反觀中共運來的醫療物資 是捷克用納稅人的錢 換來的既非禮物 也非人道救援 好 再來 但您關心目前美國 因為中共肺炎而死亡的人數 已經超過了911的恐怖攻擊事件死亡人數 美國總統川普發出預警 表示美國未來將會面臨痛苦的兩週 川普表示呢 美國將來的 將會歷經非常艱難的兩個星期 美國對抗中共病毒工作小組協調員 伯克斯在白宮記者會上也警告了 根據模型即使持續實施社交距離準則 美國可能仍然會有十萬到二十四萬人 死於中共肺炎 有消息人士表示川普已經批准延後三個月 徵收最惠國進口商品關稅 來減緩中共肺炎 帶來了經濟衝擊 好 繼續但您看到 在週二 紐約州長古墨的弟弟 CNN主播 克里斯古墨 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目前全美呢 確診數已經突破二十萬人 紐約州是重災區 而國務卿蓬佩奧 也在週二證實了 有國務院官員染病過世 目前國務院還有數十人員 已經確診 中共武漢肺炎持續在美國延燒 紐約州長安德魯 古墨的弟弟CNN主播 克里斯古墨三十一日 透過推特宣布自己確診 目前在自家地下室隔離中 紐約州疫情嚴峻 克里斯古墨在上個月 曾連線州長哥哥 討論紐約州疫情 但兩人卻一度歪樓 在直播中鬥嘴互虧 我認識你努力 我認識你努力 但無論如何努力 你努力 有時要叫媽媽 她想要聽到你 就讓你知道 我叫媽媽 我叫媽媽 剛才我出席 她說我是她最愛 她說她最愛 她說她最愛 最愛的最愛 最愛的最愛 我們都知道 我們雖然是媽媽 最愛的最愛 我可以相信你 我的觀眾 你卻壞了蠢蠢 我應該會結束 目前美國確診數已突破十八萬 其中美國紐約為重災區 全州確診達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五人 累計一千一百五十人死亡 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院長 佛奇三十日預測 美國在秋天時會再經歷一波大流行 但在那之前 美國將有更完善的準備 對抗新一波疫情爆發 週二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簡報會上表示 有國務院官員因中共肺炎病逝 這是國務院首起因中共肺炎而死亡的病例 蓬佩奧說 目前國務院 還有其他團隊成員確診 人數約在四十八輪到六十人 新唐人眼海電視 燕恩傑編譯 好 臺灣在昨天呢 新增了七類的境外移入個案 累計確診達到了三百二十九人 指揮官陳時中先前提出 從三月十九號開始 十四天的關鍵期 目前已經結束了 媒體都關注後續的防疫方向如何呢 陳時中表示 現在開始 整體力量要放在如何 讓居家檢疫更確實 那主要就是 主要是美國 美國六位 英國一位 好 那沒有本土的案例 臺灣新增七例境外移入個案 當中有五位是機場檢出 有兩位是居家檢疫所發現 目前累計確診已達三百二十九人 四十五人已解除隔離 由於近期居家檢疫與隔離 人數俱增 交通部提出 安心防疫旅館專案 將住各縣市業者加入 每房每日將補助一千元 而針對居家檢疫隔離者 如果違規一次就要送到集中檢疫 副指揮官陳仲燕表示 居家檢疫人數這段時間以來 三月二十八日達到最高峰 有五萬五千多人之後逐漸下滑 先前陳時中提出 從三月十九日開始 十四天關鍵期已結束 媒體關注後續防疫方向 而四月一日是羽人節 網路上流傳 驚爆陳時中 世雙胞胎 輪流上班 難怪不累 引發網友討論 陳時中也幽默回應 那有時候我大部分都還算很平和 那有時候脾氣會不好 那大概都是我弟弟 那我要替我弟弟跟大家抱歉 新唐人亞太電視 林家瑋 莊玉婷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為了因應中共肺炎疫情的擴大 行政院是再加碼擴大紓困規模 整體達到新臺幣一兆元 總統蔡英文在昨天表示 預估兩階段的紓困規模 可以達到新臺幣一兆五百億元 這是保護台灣的行動 其中第二階段的特別預算 大概會有一千五百億元的規模 政院預計在今天召開臨時院會 討論特別預算加碼 好的 中共肺炎疫情明顯成為今年 全球景氣的最大黑天鵝 知名的前外資分析師古約翰 就認為台灣在防疫跟財物整體上的表現 是優於美國跟中國 而有知名的投信總經理張雍川 更是力挺台股 認為台股對國際資金 具有高度的吸引力 台灣防疫SOP不斷進化搶在黃金十小時內 釐清感染來源 面對席捲全球的公衛危機 台灣成功避免大規模社區感染 成績也反映在金融面 長期研究產業脈動的國泰投信總經理張雍川就指出 台灣沒有出現全面鍛鍊危機 反而獲得大廠青睞 Google 臉書 甚至加碼在台灣採購比例 台灣這一次在整個防疫工作上的表現 國際遊牧共睹 電腦 網通設備的訂單 最近反而有加單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整個台灣的這一些 就是上市會公司 它的一個營運表現 其實是比預期來的好 證交所統計 二月份疫情爆發的時候 台灣半導體業營收 反而年成長百分之二十四 資訊服務業 汽車工業 也有百分之十四 和百分之七點九的成長 那這個經濟的活動呢 雖然比較遲緩一點 但是呢也還在一個 這個算是大致正常的一個範圍之內 那這可以讓整個就是說 這個就是受到 這個疫情衝擊的一個產業 降到最低 景氣低迷的時候 反而看到台灣堅強韌性 也成長比較慢 這個是一個 綜合外資圈三十年的 台灣先生古約翰撰文分析 這次疫情WHO會員國受創慘烈 台灣不加入反而比較安全 尤其2008年以後 美中兩國企業債務 占GDP比重持續攀升 美國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七 中國大陸暴增到百分之五十七 恐怕埋下隱憂 他認為台灣在防疫財務體制上 表現都優於兩國 主要原因不外乎台灣一切 自立自強 像有些國家即使你說在九七年金輪風暴的時候 韓國就接受過IMF的援助 因為我們不是IMF的會員國 所以假設發生那個外幣短缺的時候 那整個央行持有的股 這個國際資產 那相對是比較多一點點 臺灣在國際遭受中共打壓 卻也提前未雨籌謀朝前部署 根據央行數據 臺灣二月外匯存底金額 四千七百九十六點八億美元 全球排名第六 僅次於日本瑞士等國 外匯存底佔GDP比重 約達到百分之八十 有更寬裕的空間 可以祭出紓困子彈 外匯存底這麼高的一個水準 可以在就是國際事件發生的時候 作為一個緩衝的本錢 我們講說這個晴天的時候 就努力存量 然後現在累計 這麼豐厚的一個外匯存底 在因應這個國際的一個 重大的一個突發事件的時候 它的一個力量 臺灣政府債務余額 從二零一二年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三 逐步降到二零二零年的百分之三十點五 財政部長蘇建榮透露 還有一點八兆的舉債空間 面對全球蔓延的疫情風暴 臺灣自立自強 體質穩健 更有因應本錢 一段三年內 經歷中美貿易戰 中共肺炎疫情後 連三十年前 帶頭進軍 中國的臺灣廠商都在喊撤 告別中國製造 反而成為了全球科技業的大趨勢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指出 全球半導體材料市場去年滑落至521.4億美元 略減1.1% 臺灣市場規模達113.4億美元 連續十年 參聯全球最大半導體材料消費市場 受中共肺炎疫情所引發的需求憂慮 以及俄羅斯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價格戰 優價創下史上最大單劑跌幅 其中多數跌幅落在3月 新唐靈牙電視整理報導 阿里山下的植翠瑰寶 月桃故事館 大自然的秘密奏理 根 金 葉 子 皆可利用 以科技結合傳統智慧 萃取月桃精華 月桃故事保養品系列 喚醒肌膚的秘密 月桃故事擴祥系列 舒緩身心 品味生活 健康 永世 樂活 月桃故事館 喜樂之泉 讓身體微笑得好味道 全家人的營養補技 營酒黑麥汁 吃素也可以喔 一 二 三 快 文 準 沉浸科技掌握重複定位 2μm的精密度 是台灣製造定位置甲具的 尖端開發先鋒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個國家 生產此定位甲具 和有沉浸 能夠成功相容其他各國產品 並擁有自行研發先進人員 臺灣之光 家具首選 澄浸科技 好的 先前台灣呢 一度發生了民眾恐慌性掃貨 為了防堵衛生紙 跟泡麵的缺貨問題 經濟部率領廠商努力充產能拉到了中元節 祭祀需求的生產水準 部長沈中堅也親自來檢驗成果 無預警突襲各大超商跟賣場來盤點貨量 影片 安明星也難得看到了部長幽默的一面 看到這裡有在賣衛生紙 請問一天補貨幾次 我們補貨的這盤率大概是兩到三次 名字現在怎樣 有人買嗎 很多人買 姐姐聽到的補貨幾次 我每天監補一次 這一排通通都是 今天這樣靈魂滿目 麻油雞麵 看這麥克風都會搖 清明年假 有人買 金紙 銀紙 也有人買 衛生紙 沒關係 剛好又好 要買 慢慢買 畢竟買到一時爽 午後所行軟 沈仲金提醒民眾愛用臺灣製造 還指出經濟部持續確認 主要的民生物資供需跟價格 目前衛生紙泡麵罐頭產能加大 市場供應無余 麵粉有將近六個月的使用存量 而沙拉油有四點五個月的使用存量 讓民眾可以安心 好的 美國總統川普對疫情示警 美國現役軍人確診人數累計六百三十三人 在西太平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傳出群聚感染 是否可能衝擊到亞太地區 臺美軍事合作與部署 帶您來了解 目前美國現役軍人的確診人數 已經來到六百三十三人 加上與軍方有關係的確診病例 共一千零八十七人 不過與此同時 美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也傳出多人感染 中共肺炎 軍長克勞齊上校還寫信向美國海軍求援 航空母艦羅斯福號很驚訝 他說航空母艦羅斯福號必須死 他推薦了解除隊員工艦羅斯福號 航空母艦羅斯福號 航空母艦羅斯福號 率先公開這封信 軍長克勞齊上校在信中請求 讓艦上四千多名官兵下船檢測隔離 國防部長艾斯培 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 採訪時做出回應 外界也關注 這場疫情是否影響台美 在軍事上的合作 臺灣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 立委王定宇分析 台美的合作是長期與多方面的 不會因為疫情而受影響 王定宇也表示 臺灣防疫與醫療科技做得很好 臺灣與美國相互友好 在羅斯福號群聚感染的問題上 美方如果需要協助 臺灣也應該要樂於提供協助 大陸各地平傳娛樂場所開放後又關閉 上海市近約已關閉三高熱門景點 加上中小學復刻日期直直未定 多位上海市民對大紀元表示 這說明上海疫情並不樂觀 再加上武漢8日解封 未來恐十分嚴峻 在中共病毒仍然持續蔓延的中國大陸 中共的疫情數據和經濟數據已經不被相信 竟從目前的情況保守估計 在大陸大約兩億人正因中共病毒面臨失業風險 由於中共欺瞞導致肺炎疫情禍害全球之際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中國訪問學者麥文鼎 通過電子郵件向美國同僚致歉 此事在大陸網路熱傳 引發五毛與小粉紅們的謾罵 外界戲稱 這封真誠的道歉信 正遂五毛和小粉紅的玻璃心 有學者估計 中共近幾年來對數十個新興市場國家 借貸各種資金 資金總和將近2000億美元 最近數據被中共官方隱藏起來 隨著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蔓延 導致世界各國經濟停擺 這些背負巨戰的國家 將面臨重大的金融危機 同時其他債權人的利益 也將受到損害 新唐亞開電視總理報導 好 有多個國家訂定社交距離規範 但是香港的禁止聚會令 卻是祭出相當於新台幣八千元的罰款 下節早日新唐人帶您來了解 臺灣野蓮三純粹保濕嫩白系列 天然精粹 野蓮多生態原液 富含高亮揚眉黃銅青春元素 復活修復肌膚 重返青春痰韧 獨特微分子生態 滲透基底 長效保濕 鎖水痰韧 打造清爽透亮自然美肌 全新臺灣野蓮系列原生活 二十一世紀新型水上交通運輸工具 快速節能船 不怕風浪 速度越快越省油 環保節能 安全便利 俄國軍方技術轉民用 由俄羅斯Radar MMS 研發製造 航空結合航海科技 應用多元 醫療救援不受限制 亞洲區總代理 徵宇科技 城市邀請您 一同打造 惠來海上藍色高鐵 純易鏡 台灣專業精密加工 押注 CNC加工 表面處理 工學 通訊 機械零件 一條龍生產作業 高精度三次元檢測 品質穩定可靠 為日本知名大廠 指定合作廠商 通過國際認證 誠信 專業 顧客優先 純易鏡 為您的需求 精雕細酌 海池送農鴨 S&Q國家品質認證 給您百分百的安心 生活新主張 相蒙最健康 台灣好甜 台灣政府在昨天也訂定了 防疫社交距離新規定 要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需要維持在市內 1.5公尺 市位1公尺 目前採取是軟性勸說 沒有處罰規定 而在香港呢 則有禁據令 寄出了相當於新台幣 8000元的罰款 但是港人就質疑了警方 是藉此在干擾民眾 表達訴求 指揮官陳時中 以身作則 在記者會台上 拉開市內 1.5公尺的社交距離 來響應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 三十一號 公布最新防疫準則 而室外則是要保持 人與人一公尺的距離 無法避免的倉鎖 如車站就需要戴上口罩 學校則要求保持通風 台鐵則是從一號開始 聚載發燒乘客 呼籲搭車旅客戴上口罩 不過臺灣目前 還是屬於柔性勸導 在泰國百貨公司 民眾坐在 間隔一公尺的椅子上 等候外帶餐點 香港則有禁聚令 在公眾場所 若聚集超過四人 並且未保持1.5公尺的距離 有可能被開罰 新台幣8000元 澳洲 德國同樣建議 維持1.5公尺的距離 美國1.8公尺 英國則是2公尺 而臺灣何時實施 第二階段的強制處分措施 指揮官車身中表示 沒有具體失程 因為這次病毒 不像當年SARS 能快速找到定性 致出對策 不過在每天的記者會上 都因應變化 公布最新策略 制定社交距離 難免會影響到民眾 平時的社交活動與聚餐 不過陳時中也呼籲 大家改變習慣 配合政府的政策 團結一致 達到最好的效果 新唐人台電視王冠霖 張元廷 唐吉安 整理報導 為真相護航 為沉默發聲 也為在第一線維護人民安全的 所有醫護人員 至上最高的敬意 以上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謝您收看 我是方啟媛 我們再會